《赵丽颖》 但是赵丽颖又是家里的大姐,所以赵丽颖一直就是担任着家里重担的那一个,赵丽颖从刚刚出道的时候,就一直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才打拼出来了今天,赵丽颖对待工作的付出也是比很多人都要多很多,况且在娱乐圈里,也有很多人都看见了赵丽颖的努力,在娱乐圈的人都知道赵丽颖是一个非常肯学的女孩子, 大家也是对赵丽颖称赞有加,在很多粉丝眼里,赵丽颖就是一个非常漂亮,而且又还善良的女孩,就连很多明星都说到自己现在最喜欢的人就是赵丽颖,愿意追剧赵丽颖,要知道很多明星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 如此说来,赵丽颖是真的在娱乐圈里非常的优秀,其实因为赵丽颖原本的家庭条件,就让赵丽颖变成了一个比同龄人,要懂事很多的人。 之前的赵丽颖是没有很少有绯闻的,因为赵丽颖一直都是非常喜欢做公益,面对这么勤奋的赵丽颖,也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,网上有人说,赵丽颖出道这么多年,现在身家都是正义的一个大明星, 却没有看到赵丽颖把自己的父母接在大城市生活,赵丽颖的父母依旧还是住到原先那个寒酸的家中,也有人说,因为赵丽颖是太call,所以才舍不得钱给父母买房子。 面对这些问题,赵丽颖在后面的一次记者访问中被问道,当时赵丽颖自己说道,这来的钱都用在了公益中,实在是没有钱给父母房子了,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,对于赵丽颖当时的回答,有些网友还是表现出了一副不开心的样子,因为毕竟子女中了钱,首先就是会把自己的父母爱还好,以表达多年的养育之恩。 但是像赵丽颖这样的说法和做法,实在有些名人不解,也让很多人表示太加薪,那么你们,觉得赵丽颖这样子做法对吗? 你们会先给父母买房子,还是先做公益,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。